鋁带式的挖掘机模型 今天我们再来开箱一款不同的挖掘机模型 就是这款步履式挖掘机 我们来拆开来看一下 拆出来呢就是这么个一辆 同样也非常的精致 另外跟上次的相比 上次的是铝带式的 这次的直接是步履式的 它有四个轮子 就长得更像一辆车的模型 另外每个细节呢 还是可以自由的弯曲 自由的伸缩 也是可以360度旋转 细节呢也做得相当精致 这边的每一关节也可以自由伸缩 另外它的挖勺这边还可以延长 上次的量是延长不了的 这个可以直接伸长 另外它的挖勺比昨天的更加的宽 它四个轮子呢 表面都是那种橡胶材料 滚起来非常的灵活 另外这两边还有一个爪子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可以在爬坡的时候 增大摩擦力 防止爬坡的时候挖掘机这样滑下来 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 另外它的驾驶舱呢 比上次的更大个一点 里面的空间也更加的宽阔 另外它的四个轮子是可以这样拗的 你看可以这样拗下来拗下去 它就可以这样 然后如果角度不适合的话 也可以把它这样拗起来 就变成平躺的感觉 非常的拉风了 上次是没有小人的 这次它又设计了两个小人物 两个工程师 这样的话更加的有人性怀 更加的有可玩性 摆在地上一个人指挥一个人在吹口哨 相比上次那辆呢 我更加喜欢今天这一辆 因为感觉今天这一辆呢 它的任何方面感觉更加的强壮一点 尤其它四个轮子呢 像蜘蛛一样 感觉更加的有震撼力 不像上次那辆感觉 有点轻飘飘的感觉 这个的稳定性感觉更强一点 另外的话 这辆车型它搭配了两个工程师 这样的话使整个可玩性大大的增强 给人一种生灵其境的感觉 非常的有意思 要你选的话 两辆挖掘机 你更喜欢哪一辆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兴趣的想法 想告诉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